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,刘少奇以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身份出现,那时根本用不着为刘少奇造娱乐,用不着让全国人民徒步认识刘少奇,因为刘少奇早已是中共著名领袖。 在中共七大之后不久,在1945年8月,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,便请刘少奇带领中共中央主席。 从1945年直至文革爆发,近20年的时间,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的接班人。 只是后来,由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,发动文革打倒了党,毛泽东第二回选择了林彪作为接班人。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,林彪与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时,也用不着造舆论,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林彪,因为从文革以来,林彪就已经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姿态出现。 而且林彪早已是著名将领,十大元帅之一,1971年爆发的林彪叛国事件,很使毛泽东失望,他不得不第三次选择接班人。 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王洪文为接班人,王洪文的资历当然无法跟刘少奇,林彪相比,但是这位造反司令在文革中曾轰动全国,也不必造舆论, 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,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,毛泽东很快发现,王洪文跟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,结成四人帮,于是,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,以邓小平为接班人。 邓小平早已是中共著名领袖,根本不存在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的问题,当然也就不存在造舆论的问题。 邓小平复出后,进行整顿,否定文革,这是毛泽东所无法接受的,毛泽东发动了批凳,反其又侵犯暗风,第二次打倒了邓小平。 毛泽东第四次选择接班人诱告失败,于是,毛泽东又面临第五次选择接班人。 然而,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步入风筑残年,他第五次指定接班人时,已经十分聪促。 毛泽东1976年4月7日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,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,五个月后他就病逝了。 纵观毛泽东五次指定接班人的过程,可以看出,前两次很从容,是经过长期考虑、观察的。 自从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,到1976年毛泽东叙事,这五年间毛泽东三议接班人,一次比一次仓促。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,3月6日,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生前来安排接班,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。 才半个月1953年3月20日,马林科夫就辞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,赫鲁晓夫成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实际领导人。 毛泽东认为,有,与马林科夫的资历太浅,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,就让赫鲁晓夫夺取了大权。 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,他发动文革的目的,便在于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。 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,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了。 然而,林彪的反叛,使毛泽东乱了方寸。 在林彪之后,毛泽东频繁地更替接班人,实际上在捕斯大林的后尘。 毛泽东在1976年4月7日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时,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。 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挖大使,只是提议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,并不加第一两字。 在前面已经引述过毛泽东跟熊向辉的谈话。 毛泽东如此说,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,抬头的是谁? 刘少奇,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,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,主持一线工作。 这是因为自从中共七大以来,刘少奇就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。 所以尽管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有四位, 但是刘少奇在四位之中的第一地位是不言而语的, 也就大可不必加上第一两字。 在中共九大,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,也就不必加第一了。 在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,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, 还有王洪文和叶剑英。 王洪文早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。 叶剑英的资历之身,非华国锋所能相比, 所以毛泽东必须给华国锋加上第一,才是华国锋的接班人身份,变得十分明确。 1976年,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时55岁, 而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,毛泽东56岁。 毛泽东对于华国锋,确实你办事,我放心, 毛泽东希望1976年的华国锋成为1949年的他, 能够按照他的路线,把他的未经之夜继续向前推进,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